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二 可以说由于这个飓风三滴的影响呢 那么导致这个美国这个证券市场星期一星期二 仍然连续两天的处于一个休市的一个状态 那么尽管这个休市明天的话呢 我们可以市场已经宣布了 那么明天呢 正可以恢复交易 那么在明天找盘呢 我们将要迎来三个这个经济数据 第一个呢 就是原油的库存变化 第二个呢 就是芝加哥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还有三季度的这个劳工成本指数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从找盘的时候来看 来关注一下 那么整个这个市场对于这个三个指数的发布之后呢 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从指数变化上就可以看到 那么尽管星期一星期二这个两天休市 但是市场上仍然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消息面所发布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苹果的这个CEO库克 他对他的高级的管理层呢 进行了一个重组 那么目前对于苹果公司在目前的这个股价上 出现一个重组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以说对于它的长期的战略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也在明天的这周三的盘势当中呢 也可以反映在这个股价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股价是可以包容一切消息的 那么既然这个消息是一个利空的话 那么相信那么周三的话苹果仍然它的股价应该会把他的这个消息面 给包容就是给包容进来 那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欧洲第二大的这个石油公司 英国石油呢 也宣布上调了他的这个股息 那么对于整个这个他的公司呢 这个股东来讲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联邦财政依然是赤字的 那么公布了截止9月30号 那么第三季度那么财政赤字呢 又超过了1万亿美元 那么可以说目前来讲已经是连续四个季度超过这个数值了 那么整个这个从这个市场上来看 如果说美国经济要持续的保持稳定 并且缓慢复苏的情况下呢 那必须要控制这个财政赤字这个这个数字 所以说目前来讲 无论在日后的美国大选以后 无论对哪一个这个总统来讲 那主要控制这个财政赤字呢 仍然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一个任务 那么因为明年1月1号呢 我们将我们将要迎来这个财政悬崖的这个关口 目前来讲整个这个市场呢 尽管受到了这个预风三迪的影响 从盘前的股指期货的运作来看呢 仍然是比较温和的 大家可以看从那个周线图来看一下 本周的股指期货的表现情况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图一 图一呢就是标普的周线图 那目前来讲可以说 尽管两天没有经过这个市场 没有经过交易 但是这个股指期货依然是变动的 它的变动也反映了整个市场的 这个情绪的一个变动 目前来讲 我们这个指数已经 依然是在这个周线图的这个中线以上 那么目标的点 目前的点位呢是1415点 如果说明天开盘 没有什么特别利空的消息的话 我相信明天应该是一个高开的一个节奏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短线上我们是仍然是可以看到一反弹的 因为毕竟超跌的这个从各个指标来看 这个超卖的行情呢是比较严重的 好我们看一下图二 图二呢是我给大家找出的 就是由于这个预风三里的影响呢 哪些板块是受到影响比较严重的 那么可以说利空的板块呢 有保险业 还有旅游业 还有赌场业 还有电力行业 还有零售业 而且也还有关于这个油和气这个行业的 那如果利多的 同样也有这个保险业 还有这个家庭装修行业 那么我们知道那个Home Depot 还有Lowse 他们这两只股票呢 之前的走势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 那么通过这个 我们复盘以后 大家可以关注 那么这几只股 这几个板块的股票 它的节奏是怎么样的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逢低入手 那么本周四的话 那么也是这个保险业巨头 这个AIG呢 将要发布它的业绩 那么对于它的业绩的话呢 我们也 之前它的走势呢 是非常好的 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只股票 如果说 这只股票可以因为业绩 做了一个适当的一个买入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在 这个星期五的盘势当中呢 可以对这只股票进行一个跟踪 那么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巨禁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订阅